我们那个重点的业务是在高兴互动这一块 还有一块呢是宽带互联这一块 我们目前呢正在这个高兴互动这个存在网络的建设 前期呢我们已经建了一张这样的网络 但是呢应用的效果上来看是不满意的 我们呢就进行了一个要进行的一个改造吧 当初我们进行这个这个设备选行的考虑的时候 是要适应我们的高兴互动这个这个业务的特点 一个是食言的要求啊缓程的要求 还有这个它的这个交换容量的要求 当时我们选择这个就是同类的产品比较的时候 这个你们这128的这个产品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你们在这个跟同类产品的比较当中 你们这些性能的指标方面比同类产品高了好几个档次吧 C128这个产品中标了以后 当时我们心里面还是有点疑虑的 因为毕竟这是华为的一个新的产品 产品的稳定性方面我们还是有点疑虑的 经过这个时间证明还是你们这个产品是稳定性还是非常好的 从去年的7月份到现在吧 这个产品运行都非常良好 也没有出现什么什么 因为产品的原因导致了什么导致了故障 这个是性能方面出乎我们的意料吧 这个C128还是非常稳定的 运行以后的这个维护方面 我觉得也体现了华为这个团队的这个专业性吧 我这个因为以前呢也有其他的维护对我做个比较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比较就感觉出来你们这个售后服务的这个专业性啊 及时性啊